我來告訴新台灣的星光大大 這個楊大炮他告七個名嘴的事情 因為台北地檢署非常的重數 剛剛出圖的最新消息 他們今天已經分案了 交給檢察官楊繼華去偵辦 本來大家有在爭議說會不會不辦 不只是辦 今天就開始辦了 另外還補了一個人 不是只有七個名嘴 另外有個醫師 潘姓的醫師 因為潘姓醫師以前常常在部落格寫一些文章 楊志良認為他應該也有責任 這等下我們進一步來討論 那另外這幾天 這個少將這個匪夷案 他們的家屬開始做了一些陳情 包括他今天講的一個很重要的 美國FBI去年就找著他去了 包括帥化民現在人正在美國 帥化民也做了一些講法 來我們看看帥將你怎麼說 這共夷案究竟讓台灣損失了多少軍事機密 當年曾經參與博勝案採購的 國民黨籍立委帥化民在華府表示 共夷案的確是國軍內部的一大醜聞 但是由於博勝案陸海空軍都尚未完成 而且最核心的機密 美方尚未提供給台灣 因此共夷案的損失 應該比外界揣測的要小 因為最關鍵的conjunction box 我們還沒拿到手 核心的東西沒拿到手 現在還在慢慢在籌建中 所以這個共夷案子可能會損失的是說 有些技術規格 包含你這個國內的通信網的技術規格 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構 這個東西可能會流出去 帥化民表示他在華府訪問期間 尚未聽到美方對共夷案表達關切 而且美方向台灣出售先進軍備時 已經在收取保密費 這次共夷案的曝光 有可能增加美方在軍售時的籌碼 美國政府至少在私下是非常關注共夷案的進一步發展 因為即使博勝案的核心機密沒有遭到洩密 可是一旦博勝案的核心機密交到台灣以後 會不會出現新的共夷呢 仲天新聞張國華 綜藝廷 華盛頓報導 曹龍如果說說說阿民現在在美國的一個家 因為這幾天他們的家屬也都去找他嘛 那他對國防又是很了解的 好消息就是說傷害可能不是那麼大 可是缺點是什麼 我們人民到稅前可能就要多花錢了對不對 美國可能要跟我們要更多的 第三個一個重要內幕是你昨天追到了 去年七八月份的時候 美國FBI就已經找了潘賢哲去的 是不是這樣嗎 是 他的家屬 去年羅賢哲跟他太太9月去那個 美國的時候FBI找了羅賢哲 沒有找他太太找羅賢哲去談話 因為就訊問主要是說 一個一個中共的情報官員在那邊的情況 然後第二個他的家屬是認為說 那個羅賢哲這個問題是被陷害 然後是黨人踩入 那我覺得家屬的心境當然理解 我要舉個例子 那個美蘇對抗最兇的時候 那個FBI的反 就是反蘇的情報處的處長 他自己就是被吸收了做間諜 結果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好 然後可是他太太 一直到他身份曝光 也不知道他是間諜這樣 所以家屬的心境 他做間諜的當然旁邊的人都不知道 他就做反見 所以家屬的心境是可以理解 那我要強調就是 FBI去年9月去找羅賢哲訪談的時候 在美國 事後把這個訊息告訴台灣 把相關的資料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保房有什麼缺失 其實這個間諜案 並不是我們主動發掘的 還是是因為 對美方那邊 因為監控 中共所有助 尤其是情報官員 你在美國活動 一定是會被 被他們全程跟監的 就像我們當初 陳念子之所以那個案子 會發生也是 因為美國FBI 對在他們國家的那些間諜的活動 他們都會很注意 那我想要說的一個重點是說 第一個是我們自己內部並沒有察覺到 並不是我們主動先察覺 第二個就是羅賢哲他已經是間諜了 其實他的老闆就是應該是中共了 好 FBI找他談 表示他的身分應該是曝光 他應該有警覺了 他的家屬是說他回來幾經考慮沒有跟國王部報備 這當然是可以 因為他可以理解 因為他老闆線已經是吸收他的中共了 他已經背叛了我們國家了 他做間諜 那我現在比較好奇的是 也是檢調應該 他們本身應該也會去追的 中共對他做了什麼指示 他為什麼會弄到這兩三個月 是他你就不要動 台灣一定沒有證據抓你 還是做了些什麼樣的指示 還是說中共不理他了 就是我用你用到這個樣子 然後事情也曝光了 我也沒辦法收尾了 或是譬如是不是有家潛逃 或做了些什麼動作 為什麼他從被FBI約談到1月27號被搜索 1月25號被搜索 27號被搜索 他都沒有做任何動作 對 那他的家屬是以他沒有做任何動作 來表示說他沒有心虛 沒有做對不起國家 這講話站不住腳的話就跑不掉了 敬平 我們以前看FBI不是都在電影上嗎 像是真的人家 不是我們自己發現 FBI發現完之後通知我們 這東西才拍空 這樣講已經有點丟臉了 第二個國安部現在趕快補破網了對不對 今天最新的進度是什麼 駐外人員前面測防 有效嗎 如果擬設還是這麼 一件一件的來 從以前有那麼多 補破網 這時候用測防有效嗎 這個可能我要強調 羅賢哲他不是專業出身的情報人員 跟專業的間諜 雖然他被吸收為共諜 但是他不像剛剛那個委員上一節有提到說 那個國安局的在巴拿馬的陽性少將 他們碰到這種就是情色 色誘 他們這個都是以前他們專業的情報訓練 基本項目之一 所以見過了大風大浪 這種風花血液他們能夠分辨 所以軍方今天才會形容說 羅賢哲碰到這個案子 第一次上船 也有人說上床 就陰船了 就是撞到 就撞斃了 就是被發現 那現在軍方想要補破網就是說 因為我們以前發現說 很多女色爆發共諜 從2003年中科院的前記者黃正安 這個也是跟女色勾搭 是中共的美女間諜 到2003年的白金養軍情局的少校 因為跟歡場女子交往 花費太大 也都牽扯到美色跟金錢 然後到前年 前立委助理成品 因為包二奶花得太大 然後後來找了總統府前餐是王仁炳 然後刺探機密 都是因為這樣的案子上當 但是呢 因為國安局和軍情局 至少以前他們 我們前天跟那個李天鐸大哥就討論過 至少國安局 軍情局 還有電訊發展士 還有那個軍事安全總隊 都還會做一個忠誠一策 忠誠調查 唯獨這次出事的就是聯俄 就是所謂的駐外五官 像這樣的一個 羅先哲 當初這樣的一個身份 卻變成漏洞 所以現在國防部想要做一個 以後 這也要納入做一個忠誠一策策謊 那現在當然這要修法 就要請委員這個修法說 修國家情報工作法 納入這個才是智本 但是呢 現在還沒修法之前 國防部能做的就是說 欸 以後你要去派外的話 你要先簽署同意書 如果你不簽署同意 那我人員考核就不死 就不讓你派外 好 楊世良 楊署長下台了 他下台前 批的最後一個公文是什麼 就是告七位名嘴 剛剛給最近消息 他是加了一位醫醫師 一共是八個人 他們說什麼 因為他們以前下了一個標題 叫什麼 疫苗奪命 你去打疫苗搞不好會出問題 結果現在 光是春節期間有九個人 不幸往生了 全部都是沒有打疫苗的 楊世良 一方面要提高 一方面講得快哭了 他是哽咽的講 就是說 我要做我自己該做事情 我再對得起良心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我慢慢回來